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飞术 然后是双手柄的一个操作了 然后我们开启一切 开启一切之后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它是经由一个语言的一个选择界面 然后在这个界面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是一个英文的一个语言 然后下面这个呢是以色列的一个语言 你要哪种语言的话就选择好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 直接进入 进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机器上面的这边 它是有分两个手柄 就是左右两边的一个手柄操作 然后在左边的手柄上面呢 它这里是有一个发速显示的 然后下面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总发速 然后上面这个是它剩余的一个发速 然后这边下 就是它的一个温度了 然后这边就是右边的手柄 右边的手柄呢 上面也是它的一个发速显示 然后下面这个也是它当前的一个温度的 然后我们选择好需要操作的一个手柄 点击就可以了 点击之后我们可以出入 看到界面上面呢 它是有我们脸部跟身体的一个操作 脸部的话 它是有额头脸颊 还有上额颈部的一个操作 然后身体的话就是腹部 然后身体这个呢 我们如果要操作其他部位的话 也是可以的 点击直接进入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冷家的一个操作 然后想好之后我们点击下一页 这个界面呢就是我们手柄现在正在升温的一个状态 我们先不用管它 现在就是等它升温到400多度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一个工作了 然后升温到380度左右呢 这个时间呢它就会进行一个倒计时的 然后到时候时间锐零呢 它会自动进入一个操作界面 300多度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间呢 那它就是在到10的到10到0的时候呢 它就进入一个操作界面 我们现在点一下 然后现在呢 是进入一个参数调节的一个界面 然后在这个界面上呢 我们来看一下在顶头的这个地方 这个呢是它的单发模式 然后这个是双方模式 就是我们按一下那个按键击打的一个发数了 然后在我们的这一边呢 这个是毫秒 就是说我们看头接触皮肤停留的一个时间 然后这里是可以去选择 你需要操作的一个毫秒 然后这边下面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微妙 就是治疗的一个深度 如果我们要操作身体啊 或者是眼睛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选择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记录它现在当时 有点满足的一个温度了 然后这边是它的发速 然后这些呢 我们就先不用管它 然后这一个是它的一个发挥压节 然后我们呢 现在给大家测试一下 这个发速的一个鸡蛋 还有它的一个温度鸡蛋吧 好 我们身体操作的话 我们建议是上面这个毫秒呢 我们建议是实测的 然后下面这个微米呢 这样是在300到400 然后这个参数呢 是操作身体部位的 然后我们操作的时候 在一个部位呢 最多只能击打两次